它其實底下的資料怎麼樣?要把它放到上面來 下面這個雖然是11月26,可是它裡面的 實際上資料看起來,它其實就已經是完整的日期了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把這個日期放到這裡面來就好 然後再做什麼?再做格式,格式的話就按右鍵 儲存格式把它改成什麼?改成日期,就是我做比如這邊把它按右鍵複製 然後這邊貼過來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再把這個按右鍵儲存格式怎麼樣?改成我要的那個日期,日期預設的這個好了,按確定 那這個是我要做的,可是如果說呢,我要做一樣的事情,那我變成我要複製貼過來,然後再格式 那裡面的話呢,恐怕有幾千筆的資料,那你變成你要做幾千次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我不要做幾千次,因為動作都重複嘛,其實只有做兩個步,兩個步驟,一個步驟什麼呢 這個複製到這邊,把這個格式改成按右鍵儲存格式 那其實它背後的格式就是制定,就是YYY斜線M斜線D 所以其實如果用VBI寫的話 其實呢,只要跑一個回圈 就可以完成了 一個回圈,然後加兩個動作,一個是複製 一個是把格式改成這個 那可是程式該如何寫啊,按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如果再增加一個SUB好了 如果我要做第三件事,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啊,其實你可以分段寫,不用一次寫完 這個SUB的話,也許什麼 也許我就是要複製日期 也許這邊複製 日期 OK 複製 然後與什麼呢 複製日期就好了 OK 然後 Enter 如果今天只是要複製日期 刪除我們等一下就寫 那再來怎麼複製呢 大概一樣喔 這個時候不是刪除 所以不用反向回圈,你就寫什麼 for 從頭到尾 for i 等於什麼呢 其實從2開始就好了 2 到 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話,因為上面有這個啦 所以最下面一列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面的話不用step,因為預設就已經是1啦,所以打個ness就可以 好 範圍OK了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 下面一列的東西 複製到上面去 所以其實喔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寫呢 下面一列 不過問題 下面一列放在上面 底下有些可以 但是問題是只有什麼 只有當 這個要 然後再來 就是再隔3個 再隔3個 有沒有 所以間隔3個喔 可是問題間隔要怎麼,間隔3個 這邊的話呢 可能你要做一個 一樣做邏輯判斷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可是我要如何間隔3個 通常是這樣嗎 可以用一個除的 除以3 於0 就可以被整除的話 那表示說那個是我要做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 剛開始列是2嘛 我的習慣上 把IA 先減掉 把它歸零 IA減掉2 然後除以3 於0的話 這邊用一個mode mode是 除以 多少除以3的餘數 如果等於0的話 等於0 所以如果你的 假設 這邊要可能要刮虎一下 因為要先減 先把那個 I裡面的詞 先減掉 2 就是讓它變成0 OK 然後mode是 除以多少的餘數 除以3的餘數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它就是我們要做的 那個 那個列 然後 then and if 這邊and if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 怎麼樣把 這個 複製 到下面一列 複製到上面一列的話呢 其實就是 不過 這一行特別 講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是 I把它減掉 2的話 那它變0 0如果除以3的話 於多少 0除以3 於多少 還是於0嗎 那如果下一個 下一個是5嗎 5 減掉2的 3嗎 3除以3 於多少 3除以3 於多少 根本除 3除以3 於多少 於0嗎 就是沒有餘數啦 餘數的意思啦 沒有餘數 不是說除完 除完是多少 那再來呢 再來就9嗎 再來是 8 8 8減掉2的話 那就6嘛 6除以3的餘數 是多少 餘多少 餘0嗎 所以你會發現 所以 也就是 這個公式 意思說呢 我就是要能夠滿足 只要每跳三個 我就要做 那件事情 那你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先把那一列 先歸0 然後再 除以多少 所以以後如果是 間隔四個 你就mode4 如果等於0的話 那我們做什麼呢 就把那個 資料 複製過來 那複製的話 其實就是 把 他的那一列 的資料 下一列的資料 複製到前一個資料 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 Sales的I列的A欄 這個前面寫過 把下一列的資料 帶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 中間加個等號 下一列的話很簡單 下一列就是把 I加1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幫我把 他的下一列 I加1列 幫我把它 複製到前面來 特別是 下一列 複製到前一列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 複製日期的話 那這樣 直接把它跑 跑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執行 那 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 就第三列 意思是A3 把A3的東西放過來 OK 我們來試一下 F8 對 F8 有了 OK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資料就過來 有沒有 那這個因為剛剛我 可能有複製 複製到 我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就是 I等於 5加6 A6 A6在哪裡 A6在這裡 等於把這個複製到上面 這個 2019 所以把 目前2019 執行這一行 F8 OK 各位可以看到 那 現在的話呢 它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就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有沒有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不過你會發現 給他老是不是複製過來 為什麼他變成一個數字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他只有把資料複製過來 沒有把格式 格式是什麼 11月 這個 20 那 會造成說他 把它 恢復成他原來 原來的資料 其實在Essail裡面 把這個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把它恢復打成原型的話 它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跟1900年1月1號相差 寫天的意思 那問題來了 我只有把 資料 放上來 但格式沒放上來怎麼辦 特別是吧 下一行 你可以再寫個格式 那個格式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格式怎麼加 Sales點 它打個N 如果你剛剛有那個 制定後面有格式的話 有個叫Lumber Formate Local 等於什麼呢 我剛剛講按右鍵 格式的話可以給什麼 日期就YYY 斜線 M 斜線 D 那最後記得 瓜糊再把它補一下 意思就是什麼 針對剛剛的這個儲存格 我把 這個格式 幫我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 我把資料帶過來 它是 一個數字嘛 那我接下來可以把這個格式 怎麼樣 一樣放到這裡來 所以這一行 補一行 補一行之後的話呢 我再把這個執行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它的日期就完整了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底下的部分 我就全部把它跑一遍 全部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 底下 就好啦 我再想讓他們